最近臺北的觀眾很幸福 戶外演出真的很多 除了雲門和剛剛我們看到的金枝眼色之外 兒童藝術節的開幕活動 邀請了今年拿下金曲獎 最佳原著名專輯的 泰伍古窯船廠 在大安森林公園演出 他們是來自北大武山的 泰伍和嘉興兩個部落的排灣族小朋友 在傳統歌窯斷層一甲子之後 再度湧唱自己部落的歌窯 演出那天遇到傾盆大雨 可是露天觀眾席沒有人離開 這幕非常的動人 柔和又壯麗的排灣族鼓調 回蕩在整座公園 儘管傾盆大雨 全場上百位觀眾 卻沒有任何人提早離開 大家穿上雨衣 欣賞來自部落的美好歌聲 他們是拿下金曲獎 最佳原著名專輯的 泰伍古窯傳唱 單剛兒端兒童藝術節的開幕演出 這次我們是希望能夠帶著大武山的風 大武山的水跟他大武山的自然的感覺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部落裡面其實在12歲開始就是要唱情歌的年紀 所以我們這次讓大家聽聽看排灣族的情歌這種不同的呈現 泰伍古窯傳唱成立於2006年 成員來自屏東縣泰伍鄉 排灣族的小朋友 在傳統曲調斷層一甲子之後 他們再度湧唱自己的歌謠 團長長馬克從2003年開始推動古窯傳唱 蒐集40多首排灣族的鼓調 帶領這群小朋友從部落唱到世界各地 除了金曲獎最佳原著名專輯 更在2012年拿下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 從國小到高中大家穿著傳統服飾 充滿自信地唱出排灣族音樂 還邀請底下穿著雨衣的觀眾跟他們一起跳舞 我一開始在沒有想說 就是完全是一個團的一種訓練 那只是說我自己的班上的孩子 然後就是透過傳統歌謠 讓他們跟土地跟自己的部落重新被連結 那只是一個自己的班級經營的一個特色 那後來就是越來越多人喜歡唱歌 那校長就說那不然就是組了一個團 然後就是全校性的一種就是傳承這樣 根據來自部落的歌聲 決定到與中而易解 精彩開幕 喬叛三 anderen 傷口 請讀書 調台 遊峻